正值用餐時間 總進原百姓A13美食街 店鋪雖然都是營業中 但看看用餐區 客人確實很零星 甚至工作人員 楼館都比消費者還多 其中這一間 沒開的啦 廚師的保齡茶是新意店 介育區燈沒亮 門前也拉起紅龍 附近店家也遭突襲檢查 必經消費者來這用餐 卻鬧出人命 風聲緊張 業者口風也緊 不敢多說 但外頭伴手禮業者坦言 多少還是受到影響 有少一點 因為它是比較東南洋 人潮我是 我以我們這邊來看 是少一點點 但是不至於說少很多 因為大家會覺得 那是他那家的問題 生意會不會影響很大 多少啊 你看樓面上就知道 就少很多人 就是比較少 布置業者人人自圍 就連外食族也不免擔心 在這一波食案問題 到底該吃什麼才是安全的 大家多少會有點恐懼感吧 我之後就會不敢在外面用餐 畢竟其實吃飯這種問題 是人類是必須要去做的 當然有像危險因素 影響到你日常生活中的話 那是非常重要去關心這件事情 可能只是就是很多裡面其中一個 那機率其實很低 所以應該不會很擔心 保齡茶市遭勒令停業 其他店家受搏擊 就擔心美食街再傳食安風暴 突襲檢查食品保存 每個環節不容措施 在內訊網 王培華 樓培與國斯文 許趙偉 台北採訪不到 資料金保存